美国参院共和党领袖 共和党不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与民主党合作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告诉总统拜登 他应该向国会民主党领导人施压 让民主党独立提高债务上限 因为共和党不会与民主党合作 在周一给拜登的信中 麦康奈尔要求拜登这个问题上 直接和民主党议员接洽 并说共和党不会改变立场 两党关系不是电灯开关 佩洛西和舒默要借钱时就打开 要花钱时就关掉 麦康奈尔说 两个半月以来 我们只是说 假如你们党希望独立掌权 那么债务上限这事 也必须你们自己来处理